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国家 热爱平等 热爱公益 而在台南有一位热心助人 愿意付出的宋俊明 在个人事业与社团事务相当繁忙下 人气及人员相当好的他 获得多数商界人士的支持 当选台南市商会第29届理事长 接下了理事长一直后 责任也更加重大 未来将与全体礼监市共同努力 引领商界带向新的契机 11月份的时候正式接任之后 我们就马上启动跟市长有约 台南市113个工会 所有的李市长亲自跟我们市长 直接面对面 就我们商业会来启动这安排 他们面临这个疫情当中有每个行业所面临的困境 针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来解决 协助百合百业能够度过这个疫情当中的难关以外 然后也可以来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公益的活动 扩展一些就是能做的能服务大众 能服务社会来协助他们 在我的眼中我们理事长是一个非常热情 爱心对社会有责任 对商会非常负责 对百工百业想的事情无为不至 一心一意想要让百工百业这些有什么困难 大家一起来帮忙这些基层工会 你全心全力来协助我 我们来把商会的事情来服务这个社会 把社会这个商会的工作做得更完美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是宋俊明一直秉持着的信念 事业有成的宋俊明不忘回馈社会 他从多年前担任国际狮子会成员 到担任专区主席 就被安排去监狱慰问 被法务部更生保护会 聘为更生保护会台南分会主任委员后 更积极辅导更生人就业 协助更生人重返社会 改善生活 刚好我担任这个商业会的理事长 我们可以就是结合 结合那个更生保护会 大家一起 因为更生保护会 既然是那个协助更生人出来社会 怕说他们有遇到什么瓶颈 找不到工作的话 我们商业会113个工会 有百分百业在里面 所以我们也可以请求 就是请这些百分百业的企业 有需要请更生人的话 我们可以来请求来协助他们 往年宋俊明都以个人名义 与爱心会办理 岁末团圆尾牙爱心餐会 今年他邀请台南市商业会 一起与独居老人 身障人士等韩式们 享用美味又温馨的餐会 他认为善的力量要扩张 让更多人感受施比寿更有福 抛砖引玉 希望更多人能一起出一份心 互相帮助力量才会无穷大 针对一些游民或是低收入 一些独居老人 然后过年大家都 每个家庭都开心吃团圆饭 然后针对这区块的人 就是感觉到说 社会上也要很多 还有很多的单位在关心着他们 这个是我们商业会 跟另外一个爱心会 一起共同来举办 还有普民市一起来举办 所以这个是集大家的力量 他的每一项的公寓 都是以导向是真的 他能力范围里面 能够去帮忙需要帮忙的人 更能够结合社会的职业 结合民间的团体 有志一同 来共同做社会这样的一个 贡献跟服务 他在我们社会上里面 是一个指标大家公认的 一个愿意做食材 愿意做公寓 而且他在企业里面 也做得非常成功 宋俊明经常出钱出力 帮助弱势 他常说 一碗饭全家吃三口就饱了 其他七口可与没饭吃的 一起分享 也因为这样的信念 他希望借由自己的抛砖引玉 让社会更温暖 台南市圣业会 向大家拜年 新年快乐 五年新大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